这是日本很有争议的一部动画 妹妹该不该让哥哥杀死 为了兄长她付出一切 出卖自尊猎杀同伴 一切肮脏的狠活 她全都去做 可最后换来的 却是被哥哥亲手处决 在1967年 人类在月面与疫情起源种Beta结束 可怕的战争瞬间全面爆发 正好此时德国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 两边都是对方为敌人 且东德成了欧洲防卫的最前线 面对Beta集群的大规模攻势 东德只有依靠头号战术机甲部队666中队 虽然只有8台战术机 可他们每一次出现 总能化解Beta的强势进攻 可在一次行动中 由为教安尼特的成员 精神出现崩溃 他无法接受朋友们不断在战斗中惨死 于是无视命令 闪自行动 最终导致队员希尔特遭到Beta援军的袭击 等战斗结束后 所有人都来查看希尔特的情况 眼看在无救治的可能 队长蒂娜毫不犹豫地开枪结果了他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解脱 无休止的战斗早就让他们身心疲惫 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人希望生活 是如此 而根据线报提示 就在他们附近 有联合国发出了救援请求 斯林不希望迪娜他们可以伸出援手 以此来卖个人情 可受到残酷战况影响了提奥多尔 只想为生存而战 他连队员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更别提全身心去救援别人 队长迪娜早就看出了提奥多尔的想法 在安尼特精神出现问题时 提奥多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舍弃他 最终连希尔特都被抛弃 在提奥多尔眼里 只想自保的人根本不配成为卫士 被人看透内心的滋味很不好受 可对于这个据说 是出卖哥哥给情报机构斯塔西 才得到现在地位的女人来说 提奥多尔是打心底的感到厌恶 可只要能将666中队 打造成最强战队 提奥从不在意其他人 怎么看他 想他 而这次救援任务 他们进行救回了希德一位 叫凯迪亚的少女 正好666中队 因为希尔特阵亡而逐渐空缺 蒂娜决定让提奥多尔 训练凯迪亚来填补空缺 这个操作实在当人很难接受 毕竟东西两边长连不合 可蒂娜的命令没灵感不服 但提奥多尔一直对凯迪亚保持距离 她在第一次见到凯迪亚时 竟想到我自己的妹妹李兹 三年前发生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她无法接受妹妹和父母 被斯塔西杀害 以至于只要见到凯迪亚 就会忍不住心痛 但天真的凯迪亚却十分乐情 对于质疑的救命恩人 她甚至可以说出 虽然她是西边 但一定可以跟东边的提奥多尔 友好相处 而且只要东西合力 就一定可以战争贝塔 这句话让提奥多尔顺先紧张 黎玛拉着凯迪亚来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她深情严肃地怒斥凯迪亚 敌人不只是贝塔 周围的人类也全都是敌人 斯塔西的耳目无处不在 凯迪亚之前的言论 会被当成叛国者处理 然而凯迪亚却一点都不畏惧 他来的东德是带有目的的 他想要找到自己的父亲 提奥多尔不知道 为什么在得知这个原因后 竟主动帮助凯迪亚 在基地内查阅 关于他父亲的各种资料 可系统上有关他父亲的资料 全被斯塔西抹除 他立马找到凯迪亚 让他放弃调查 否则有可能他们也会被斯塔西抹杀 提奥多尔的父亲已经失踪多年 他的情况跟凯迪亚父亲完全一样 仿佛东德根本就没有这一号人物 提奥多尔从没有想过改变现状 他只想狗活着 但凯迪亚却不想逃避 如果连自己父亲被抹除的真相都不敢面对 那么一切都就此结束 凯迪亚的每一句话 都给了提奥多尔极大的冲击 就管他有些不知所措时 远处的警报声响得起来 被他在这时发动进攻 凯迪亚的战斗能力 已经在测试中得到了肯定 所以他便一同与666中罪参加这次战斗 然而这次行动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突袭 斯塔基成龙的援军也并没有及时赶到 甚至上级还在这危机关头 强行指定派遣两台机架去别处成员 明昭这样的操作有可能会让两人丧命 但为了不让领导层怀疑其中成心 迪娜率先命令范士兰和凯迪亚前去支援 正如他们所预想的一样 仅逼两台战机根本无法完成救援 范士兰更是为了保护凯迪亚遭受贝塔攻击 而生死未步 至于迪娜这边的主战场 最终以牺牲一位少校而暂时击退了贝塔 他们回到基地也收到范士兰战机遇难的消息 可没有命令 他们只能眼睛睁开的同伴遇害 更有甚至认为反正他们必死无疑 也就不用白费力气 提奥多嘴上赞同这样的想法 可在深夜休息的时候却斩传反侧 一想到凯迪亚可能死去 他就忍不住想到被斯塔西挪走的妹妹 在被进行后 他决定不再与凯迪亚有任何牵扯 然而有人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真相 凯迪亚被调走绝不是偶然 毕竟是斯塔西故意安排 在五年前以凯迪亚父亲为领导发动了政变 可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这份意志却被流传下来 提奥多嘴万万没想到 继承这份意志的人 竟是被他称为斯塔西走狗的队长 提娜 他出卖哥哥的目的 只是为了能弄负重地活下来 对斯塔西的憎恨 使他心生愧疚 原来迪娜早就知道了一切 所以才会对凯迪亚格外照顾 提奥多尔找到了迪娜 惩慨心扉 他再也不想逃避 不想只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确认了彼此的信念后 迪娜没有继续伪装 而使他难公开了他的真实目的 国家不是为了国家 而是为了国民而存在的 他要让国家恢复自由 不再受斯塔西的监视和告发 之所以把凯迪亚托付给提奥多尔 是因为迪娜相信 他绝不会舍弃凯迪亚 毕竟他的妹妹已经死去了 而现在提奥多尔的愿望 就是想要守护凯迪亚 迪娜以队长之名 命令提奥多尔 一定要将他从绝望中救出来 幸运的是 凯迪亚他们并没有死去 而是被遗住要塞阵地 出手相救 现在提奥多尔他们也知道了凯迪亚的位置 清醒的同时 可却收到了要塞被北大袭击的消息 因他们在这时又派发新的任务 不过这一次提奥尔竟违抗命令 私下派出一小队去支援迪亚 提奥多尔主动申请加入小队 在关键时刻 他及时赶到保护了凯迪亚 最终要塞的首领选择牺牲 而引爆了要塞 大量北大在大火中被焚烧殆尽 深受要塞首领照顾的凯迪亚非常伤心 提奥多尔还在这时 将他父亲的消息说得出来 双重打击并没有让凯迪亚崩溃 反而更加坚定 要让东西合璧 消灭北大的决心 被父亲送去西德的凯迪亚 了解东西两国 或许可以成为两国的桥梁 可提奥多尔做梦都没有想到 被斯达西抓走的妹妹利兹 竟还活着 甚至因为范士丹受伤的原因 而被调到了666中队 做替补战力 但这三年来 他从没有得到有关利兹的任何消息 蒂娜对这个情况也表示不解 但为了继续伪装 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 可在提奥多尔的心中 一直撕恋的妹妹突然出现 并没有带来喜悦 反而那警惕的他 开始怀疑这是否是斯达西的阴谋 丽兹的身份 有可能是被斯达西洗脑的间谍 他以什么身份 来面对自己的至亲呢 丽兹的天真与以往相同 即便是提奥多尔的内心 有很多的疑问 但他对丽兹 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爱 尽量提奥多尔逐渐 想去忘记那些事实 斯达西并没有给丽兹洗脑 他应该不是斯达西的间谍 可这个想法一旦产生 就会不自觉地 当自己更加幸福 正好各大国家也在这时候准备发动对贝塔的反击 丽兹需要加入战斗 整个队伍的人都高度警惕起来 也暂时没有精力去防备丽兹 为了用无力来震慑其他国家 队长迪娜对这次反击战格外在意 所有人整装待发 朝着目标发起了猛攻 南阿凯蒂亚却险些被贝塔偷袭 关键时刻 还是丽兹站出来保护了他 他活泼的性格 早就让队伍内的成员都很喜欢他 南阿这次反击战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们所有人竟被当成了起神品 西方的人竟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 决定使用远程炮对贝塔进行大范围突袭 如果蒂亚他们的支持后选择撤退 就等于承认西方的作战能力更为优秀 届时舆论的压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这种无差别的攻击下 就算是基因战士也很难能幸免 陆队长格雷特尔决定赌上国家荣耀 拒绝撤退 但蒂亚却不愿意让队友无辜牺牲 在炮击真正降临后 格雷特尔才知道他的选择有多么的愚蠢 先要由希德的作战部队前来支援 他们才能成功逃离这边区域 经过这次事故 所有人明白被当成棋子的滋味 而想改变现状 唯有证明自己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战力 他们所有人都有着与贝塔正面交战的丰富经验 这是西边国家不具备的能力 可说难听点 既然有这个经验 作为一我的最佳人选 自然也没有第二选择 而在格雷特尔的新一轮战斗中 西边国家的远程火力 让帝奥多和他们感到震惊 有这样的能力 真的还需要他们这些前线战士吗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贝塔的实力 西边国家的作战计划出现去大漏洞 大量贝塔从侧翼出现 准备围剿联合军 远程火力更是被光线急的贝塔拦截 这样一来就需要正面发生漏搏 南克总部就要丁娜他们继续待命 这样一来就能把锅甩给西边 蒂娜无法接受要有大量人员因此死亡 于是工人违抗命令 决定带着大伙前去支援 总部想要剥夺蒂娜的指挥权 内关他们这些人全部死光 也绝不能武力总部的命令 也正是这一番话 刺激到了副队长格雷特尔 两大队长同时下定 对联合军进行支援 总部只能躲在安全的幕后 无能狂怒 这次行动将会是首次东西合作 由了蒂娜他们的作战经验 隐藏起来光线及贝塔被他们找出 最后由西方强大的火力压制 进行清理 但没想到 在动物中竟还隐藏着 要塞级的贝塔 提心巨大 但能感到强烈的压迫感 不过在东西合力下 竟真的完成了这次 本不可能完成的支援 常年不合的两火人 竟在战后互相缠服 男人提好多尔 也是在事后才知道 西方在后来还派出了援军 施凯蒂娜苦口婆心的劝说 才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首次东西合作 蒂娜他们所有人 都被当成了英雄 可是斯达西的阿克斯曼 却来逮捕蒂娜 因为违抗总部命令的言论 有叛国的嫌疑 虽然没多久 蒂娜就被放了回来 可他却带来了一个 更加糟糕的消息 斯达西的内部 在进行全力争斗 明明被打还没有被消灭 可内战却已经打下 这些人是可以只为权势 而放弃市民生死的狠人 阿克斯曼还固难挑衅 提好多尔 在所有人面前 截入了丽兹的间谍身份 他把卢俄侵犯丽兹的行为 全都说了出来 把卢俄控制丽兹的方法 也全都讲了出来 哪个提好多尔打死都不相信 丽兹在之前作战时 多次貌似的守护队友 他认为这是阿克斯曼 挑拨离间的手法 可中队的其他队员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决定对丽兹 进行审问关押 可不管众人 卢俄劝说 提好多尔始终坚信丽兹 绝不是斯达西的间谍 后来队长迪娜 丽兹也不在执着这个问题 而是把对丽兹的监督任务 全都交给了提好多尔 他相信眼前这个男人 绝不会以其用事 现在有十万贝塔集结 新一轮的战斗一触即发 而斯达西的暴走 已经表现在明面上 很多地方的领导 即使知道 可却无法处置 好在这一次 有人联合了中队 想要彻底扳倒他 但意外总是来得非常突然 以丽兹为首的中队 被彻底解散 只因为丽兹 在一次艰难的行动完成后 趁着所有人 最虚弱的时候 理应外合 他的真实身份 竟真的是斯达西的间谍 除了提奥多尔 和凯迪亚新运逃走 希腊的伙伴 全都被丽兹拿下 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惨不忍睹的 审讯流程 在三年前 他被斯达西抓捕时 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但是阿克斯曼官员 却发现了丽兹的落点 牵着强行侵犯了丽兹后 扬言要将这件事 告诉他的哥哥 提奥多尔 最后为了确保 提奥多尔的安全 他不仅将判斗计划 全部坦白 还被阿克斯曼各种利用 而在后来 他参加机甲驾驶训练 从而加入了狼人战队 队长布莱梅 耿着许诺只要帮助他 就一定可以让他 见到哥哥 且能得到自由 布莱梅不同于阿克斯曼 一直能感受到 他真正为自己着想 所以现在的他 是隶属于布莱梅麦麒下 但也是斯达西的阵营 这也注定他 无法与哥哥走在一起 他正是独圈说哥哥 他们找到了西方的少校 打算联手 但中队的隐居能务 迪娜已经被利子他们抓捕 好在凯蒂亚在支持后 站了出来 他的终将父亲 在五年前与斯达西发生过较量 虽然失败 但一直却流传至今 所以只要公开凯蒂亚的身份 就可以号召 更多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比迪娜的影响力还要强大 最后人当机立断 决定以最快的速度 对斯达西爬起攻势 然后对利子做过 许多肮脏之事的阿克斯曼 却找到提奥多厄 他们寻求合作 他虽然也是斯达西的一员 但就与布兰梅不属于同一个排系 他可以提供充足的武装 甚至可以拿出一份打型数据库 这里记录了各种不堪的斯达西记录 这个提议才是真正的猛要 如果让民众信服是一个立国的根本 根据阿克斯曼的线报提示 男人部队现在正与被打周旋 基地内就包括了一次 在内的几名战士 提奥多厄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就是破坏自己妹妹的主谋 但也看出阿克斯曼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要求他想要合作的话 就得拿出诚意 要求阿克斯曼去做诱饵 果然在立茲收到阿克斯曼的消息后 便立刻驾驶机甲准备逮捕他 但是一听到提奥多厄的消息后 他强势的态度立刻落了下来 就在立茲放松警惕的时刻 来自提奥多厄他们的突袭 瞬间发动 一只机甲突然冲出 限制了立茲的行动 提奥多厄他们冲进基地解救伙伴 看到吸引的伙伴浑身伤痕累累 都找不到队长迪娜的身影 很快立茲就赶回基地 所有人都必须立刻撤离 提奥多厄负责拦住立茲 直到这时 立茲都还想劝降提奥多厄 他在自打西的这些时间 身体灵魂早已变得肮脏不已 而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想要守护提奥多厄 哥哥 就是他的精神寄托 在他见识到哥哥心中 一直惯联着迪娜后 他的希望破碎了 之间立茲瞬间黑化 找着提奥多厄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是对有范士兰喜 引了立茲注意 但他的结局 竟是被立茲残忍地杀害 在见识到立茲的很大后 提奥多厄内心 再也没有丝毫忧郁 他一定一定要亲手杀了立茲 而这一次突袭 也彻底打向了内战号角 布兰妹的上级 进攻蓝在电视中 颠倒黑白 理由迪娜的惨状 来控诉提奥多厄他们的恶行 但今正的胜负 还是需要通过战争 提奥多厄他们准备 与西德合作 这次斯大西不愿意看到景象 他们也调查到了提奥多厄 他们准备交代的地点 可外面没想到 这竟是一个陷阱 提奥多厄他们准备充足 这次战斗竟隐隐隐占据上风 丽茲也终于和提奥多厄展开争斗 最终提奥多厄找到机会 给丽茲的基地致命一击 他哭着望向眼前 这个为自己牺牲一切的妹妹 为了大局 也为了拯救他 提奥多厄只有将他亲手杀死 而丽茲思路对这个结局 并没有感到恐惧 看到哥哥落泪 他惊怠着笑容而终 随着丽茲的战败 提奥多厄他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走在前线的布莱梅 收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奈的囊人部队赶回 然而与他交战多时的他们 并没有充足的燃料 与提奥多厄他们发生战斗 在击会格雷特的基地后 他们袭击了司令部 便立刻选择撤退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个冲在最前线 拥有最强战斗经验的布莱梅 竟在这条季节之战争的主谋 他在此斯大西背后真正的掌权能 阿克斯曼也早就脱离原本的派系 而私下成为他的部下 布莱梅的上级更是被他无情处死 几位格雷特也是阿克斯曼心上 打算让他加入 在被拒绝后 他竟想要杀死格雷特 但好在被感染的圆群救下 而凯迪亚在电视上 公开自己的身份后 得到无数民众的支持 这是布莱梅往往没想到的意外 逃走的阿克斯曼 找到机会带走了蒂娜 他的自由的决心 双方举枪同时开枪 这个贯彻黑暗的魔头阿克斯曼 终于倒了下去 为了目的 他可以两边倒 没有联合立场 他的残子也是给了利兹一个交代 至于布莱梅则被蒂娜多他们围剿 最终也无力回天而被击败 就在即将获得胜利的时候 被拉近突破的最前防线 好在西子近来这时提供援助 挡住了这群外来物种 那蒂娜多也在收到蒂娜预览消息后 变火速赶了过去 他抱着蒂娜诉说着过去 可最终蒂娜还是死在了蒂娜多的怀里 四打击的控制 在几个月后被彻底瓦解 内部隐患解决后 所有人终于有精力可以团结对付贝塔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翻名黑之宣告 除去故事背景的讨论 毕竟这是需要懂一点历史和政治才能明白的 观众最在意的就是男主与妹妹之间的纠葛 有人认为妹妹只有死在哥哥的手上 才算是解脱 但有人则认为哥哥没有资格救赎妹妹 在妹妹死后 就连本作呼声最高的对上蒂娜也牺牲了 亲情和爱情在现实和理想下显得如此脆弱 各种刀让观众看得是倍感揪心